早晨 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早我们有台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进文 我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节点? 我们说今个星期已经去到月尾 我们讲股首先是期指结算 由于整个月都是比较偏淡的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所反弹 还是按照期指传统偏弱的话 通常是最低位结算 而美国那边期待11月1日加息的会议 而我们随此以外也看过公司的公布业绩 例如纳志7号里基本上只有Tesla公布业绩 其他公司是怎样呢? 都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3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三大指数 纳志先跌后升 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 去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大指数都是低开的 导致低开127点之后 跌幅强大到235点 中段一度倒升 美股是再度向下的 收市要跌190点 收报32936点 纳志一度跌1%之后回升 收市升34点 报13018点 标指跌7点 报4217点 纳志金融中国指数是向上的 升0.9%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英国股市是向下的 看看焦点美股 Meta升1.7% 另外 Tesla一度跌4%之后 收市是转升 NVIDIA先跌后升 收市是3.8% 公司与软银旗下的Arm 据报正共同开发 适用于Windows系统的 个人电脑晶片 股价上升3% 而竞争对手Intel 要跌3%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的收市普遍要向下 美团和腾讯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美团折合106.5% 腾讯折合284.9% 另外,邮邦、建行、港交所和汇控 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最新日经平均指数现在要下跌 跌155点 跌0.5%左右 最新报30843点 首义综合指数未跌1点 另外,升来普通股指数向上 升11点,报7041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41点 10952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轻微向上 升43点 恒指17,042点 待会继续跟进 和朱sir讨论外围市况 昨晚的焦点是早段 美国的债息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5厘 三大指数早段都要向下 之后债息回落 纳指有一个企稳回升收市 对冲基金经理Bill Ockman 自己已经回保了30年期国债的空头头寸 以为他已经由空仓转做买回长年期的国债 市场就解读了 预期的价格可能已经见底 即是看到美债息 如果是这样解读 Bill Ockman看对的话 美债息已经去到一个差不多见顶的水平 朱sir,你又如何判断 美股在10月中的反弹顶 其实现在出现了一个回落 回落了大概2%左右 未来不少美国企业会公布的业绩 你如何评估完债息走势之后 如何看待导指和纳指 在第四季的走势 首先我们说 现在美国有很多巨型的机构 或者一些对冲基金 或者一些所谓的大鱷 大户 其实他们基本上 你看到有相多的部分 包括公开说也好 或是肖肖地 即是整鸡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以买入 这个是长来国债为主的 反而你说 是更大幅加沽的人 就真的不太能听到 甚至有些朋友 刚才那位 他由空仓转到多仓 当然他公开那些 都需要一定的吉市 因为通常有些重大investment 通常都是整鸡鸡地做的 所以也很佩服他 其实你给我 如果是Hedge Fund的路打 老实说你给我都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就是说 首先在这个利率那里 我们就是说 究竟是否这么坏 或者这么快 还是有一个强烈的证据 你说可以去到 冲到6厘 甚至7厘 我暂时觉得 都还有一个很远的道路去 在整体美国的通胀 我个人觉得 他有一个很强的光性 或者是银性 但是你的利息 毕竟都是浪到 这个价位的情况之下 那你是不是可以进一步 这么高的利率 都可以是进一步 经济超级强 或者进一步是 物价恶化呢 暂时也看不到 这个因素 何况我们就是说 譬如说 特别是普通CPI的角度 大概三点多 如果长期的利率 已经是高过这个 CPI是整整200个点子 就是五厘和三厘的差距 是说的是两厘 长期高过两厘的话 其实以历史的角度 看来也是相当足够的了 如果顶在这个高位 相对比较再久一点的时间 正常来说 经济有可能会比较是 软上六 或者突然下跌下去 其实也不奇怪 有可能甚至是 过分紧缩之严 如果万一发股过度紧缩的毛病 当然股市是很悲哀 我们会错错下去 急错下去之后 息率也会随之然而急错下去 所以说到这么多的角度 我们就是说 在十年期的国债 虽然屡次去冲击五厘的水平 但是其实你说 是否可以这么容易站稳呢 我也觉得相当有保留 只是以短期大部分 很多人都是增双卖入 然后是平初也有不少的话 只用这个因素 都可以解释到 十年期的国债 未必这么容易站稳 到5%楼上 好了 我们分析了债息之后 我们去到股票本身 大家也要明白一件事 它冲击不到五厘 升不出五厘楼上 站不稳五厘楼上 就不代表它非黑即白 就站不稳急跌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刚才也说过 在通胀里面 详细的荷目 这个银性都相当高 所以高的利率 也会维持一段相当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也是远比以前 譬如说是2007年的加息周期 也维持得相对比较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息率始终来说 绝对相当比较高 对于股票的价格 也是相对有一定的压力 何况长话短说 譬如说我们不用一些 已经是偷鸡升了上来的 一些偷鸡的 美国二三线的板块 我们只是用 从史七雄的角度去看 其实现在的调整相对来说 也比较有限 他们现在的历史市盈率 其实是差不多35倍以上的 这也是大幅地高 比纳指的平均市盈率 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股市 即使经历过现在这一阵的调整 很难处于一个特别便宜 甚至是一个可能偏贵一点的价格 当然了 有些公司都要看回自己个人的 业绩创造的能力 如果它可以逆住一个经济周期 它自己有自己很强劲的 所谓的前景的话 这个市场都会受的 但是如果稍微的业绩 都是平平无奇的 和你以前高低利率也好 都没有太大的分别 甚至原来它犯了高利率的无病 业绩好像是炒炒地 或者是磨磨地的话 那股票向下的负面动能 都会相对比较大 坦白说 最近纳指七雄的第一只 一开门就翘下了一只脚的特斯拉 或者是Tesla 就示范了给你们看 是业绩失望的 立即向下翘脚的案例 是的 你刚才也说到Tesla的业绩 其实也算是大失所望 比如收入的升幅 比预期少 还有毛利率的跌幅 也比预期大 未来今个星期陆续有其他公司公布 例如星期二今天会有Microsoft 有Alphabet 星期三有Meta 星期四有Amazon 如果未来真的有些朋友想炒业绩 你会建议买哪一只 还是在这样的市况下 在一个AI的热潮 好像在减退 以及在高息的环境下 你觉得也是看了业绩才买会好些呢 其实在美股本身 我觉得除非是大牛市 本身我自己操作的habit 就是无论香港或者美国 我都是职后学派 即是分职前和职后 你两个学派 你不可以说不玩学派 你个月都没有说 所以理想当业绩的部署 只有两个学派 就是职前学派和职后学派 看看它倾向哪一边 我自己本人当然是倾向后借 因为我建基于信念 就是觉得 买的股票 真正的走势 不是坐于职后的 那五个小时 决定它人生的 或者它整个走势 不会职后的五个小时 就走光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确认了这个down trend 它可能中间有些反复 可能它都是不断地向下跌的 这一刻 亦都反反之逆业 那变成了 就是说本身不管它牛熊市 除非是超大牛市 即逢开盘 都盲声的了 就是除了那些市以外 我自己是强烈倾向是职后的 OK 好了 而今年我们看暂时的事实 你会看到是业绩公布之后的企业 是高开低收 或者直接跌口低开 直接掃下去的股份 都不少的 甚至也有些股份 是悲哀到 有少部分的例子 还是它不是不存在的 也都不只是沽例 只有一个例子 也有少部分的例子 业绩都不用公布了 业绩公布前夕 就学香港做个刑警给你享受一下 然后接着就跌口低开 三十多个%都够胆的 变成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暂时是 虽然美国超过了万只股票 现在的业绩也是极度的初段 但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在初段先行却的角度去看 它们翘脚的机会率也是颇高 变成是说在业绩里面 人性的心态 除非是做法选择的 完全玩到老告是市场真正中立 就是说你得理的 这个 升还是跌的话 我都没所谓的 不是说寄望于人类本能反应 就是说一定要升 但是这些是很喜欢投资者 才能做到这个境界的 通常正常investment的人 是所谓博业 即是博升的 博这个字已经暗含了 是升的这个前置 变成了这个博升的本能行为 似乎是近期和现在市场的趋势 是有相违背 如果是这样的话 禁交 我觉得是需要比较谨慎 看待这件事 好 那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上日的走势 稍后再听一下朱sir 说一下对恒子的走势的判断 恒子上日再创今年以来的收市最低 恒子低开168点之后 一度是倒升13点 之后要再度向下 收市跌123点 收报17172点 是去年11月1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科指收市跌38点 收报3662点 跌1% 国指收市跌52点 收报5871点 大市全日成交827亿 北水连续第二日 录得淨流入 金额187,000万 给团最多北水淨流入 有5亿元 中芯有319,000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的ETF 有2亿5,000万 腾讯有1亿5,000万 看待淨流出方面 营赋基金有5亿2,000万 中海油有1亿元 东方因算有4,000万 港股大市方面 上升综合指数上星期五 跌穿了3,000点的心理关口 昨天就进一步向下 中央汇金说到 星期一买入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并将在未来继续增持 刚刚最新的消息说到 中央之前有一个传闻 1万亿法国债去支持经济发展 未来就即将在短时间内会落实 朱长 现在看到恒指的走势上 其实就跌穿了多条移动平均线 今天大家的聚焦位 都在17,000点攻防战 但回看保力加通道 其实恒指和科指都去到底部 你觉得短期内会不会有一个小反弹呢? 还是第四季的走势 你会怎么判断呢? 港股是否倾向相信刘央未见底呢? 首先我们说港股近期的倾向似乎都是这样 它是一浪低一浪 一底低一底 一个浪顶低一个浪顶 一个浪顶低一个浪顶 但是问题是 它的比较有趣的特征或者地方就是 它每一次的低位似乎 暂时的摊是这样的 它每一次的低位是低于上次 它有反弹的 它反弹可以有很多理由 包括借口 包括了 所有人都会说的 这些股份压到低残 纯粹打弹给你 或者又有 可能刚好遇到外围反弹 又或者是一些中央 或者是回金入市一些 或者是一些内房的法律 它是可以有很多理由 借口就是每一跌穿少少 它有反弹 这个趋势由6月开始也是这样的 这个 譬如我们可以数回5月31日 最低位是18,200 然后它跌到下一个低位 8月21日的低位是17,600 17,600相对上面的位置 是差几百点 好了 我们又试又看下一个低位 就10月3日的17,300 17,300 17,300就比上一次的17,800 又低500点 而6月所谓的低位是1,000 这个 今日 究竟没有什么孽底 还是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前三次的底部 你发现不是重力地 深陷 陷陷入 这一种 跟上年的8月至到10月 那种重型陷陷的现象 就似乎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算是最糟糕,我覺得香港的價位是沒有什麼公防戰 下面的位置,一向都是豆腐